演员Y被禁止再婚吗? 赵露丝 范澄澄和嘉玲被坑了 徐梦基喜欢批评 阿姨问答 阿湘和三元的婚姻能维持这么多年 不仅仅是因为儿子和好 更是因为阿湘算好了离开的资本 阿湘的父母都是很优秀的扑儿 多次以三元为资本吹嘘炫耀 有一次 阿湘实在是厌倦了老父亲的作风 言语中透露着离婚的意思 结果老父亲差点打了他 就像行李被扔出门一样简单 亚歇安很难过 决定就算要和三元离婚 也要找一个比三元更好的人 让老父亲闭嘴 更不用说 阿湘努力创业 主动接近水表圈的大佬圈子 还真给自己找了新靠山 觉得很有出息之后 他主动和三元搞好了关系 在财力方面 阿湘为儿子收购了不少股份 等他长大了 他会好好照顾他们 再把他们还给他 阿湘上任后 就再也没有人提起过 他的父亲也彻底闭关了 他还是不开心 剩下的钱 只是和老父亲沟通的钱 每个月还要支付生活费 赵露丝阿姨 为什么那么多人讨厌他 长得那么可爱 赵露丝走的是流量之路 过去手滑 点赞等各种素材都被发现 影响了路人员 黑红路线的队伍不在乎 不在乎 人流量大 赵露丝在三亚路透上的状态 看起来不太好 所以网友纷纷吐槽 但是赵露丝的粉丝 不喜欢网友的评论 所以双方就互相挤挤 粉丝晒出赵露 激动关注的照片 称网友晒出的照片故意丑 但网友并不买账 并回应称 粉丝晒出的照片 都是经过剪辑处理的 虽然战斗范围没有扩大 但人气起伏不定的赵露丝 难免会因为美貌而被人嘲笑 只有粉丝才能看得见 姑姑 范诚诚和嘉琳的出生 是怎么回事 范诚诚忙着为团队拍戏 和杨子合作很开心 两人其实认识很久了 都是惊迁发达的艺人 在一些晚宴上可以私下见面 刚才 燕子看着范诚诚带着妹妹四处闲逛 两人也没多说什么 只是打了个招呼就走了 近日 范诚诚和嘉琳的出生绯闻传出后 范诚诚简直要炸了 她忍不住抱怨船员们 她甚至打电话 给忙于在国外做时装修的姐姐抱怨 要不是姐姐打压她 她说不定在社交平台上说的太多了 范诚诚和贾玲在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 安排了一对兄妹CP 两人的互动也没有往模糊的方向发展 他们各自的日程都很忙 贾玲根本没有时间生孩子 她的身体条件也不适合生孩子 阿姨 有徐梦杰的消息吗 徐梦杰对自己的摄影有着很高的要求 之前爆出她需要后期剪辑 导致后期制作人员分崩离析 刚发了一组美照球粉丝帮忙屁 不过 这位小姐姐的情商显然不是很好 在评论区 她直接批评粉丝不够审美 说话也有点挑剔 粉丝吐槽不断 这也不好 观众也笑她 直接逼着她斥责我又没说 还说大家周一上班 应该心情不好 说实话 徐梦杰的持续表现很难不说 通常欢迎路人 事已至此 不管粉丝喜不喜欢 都很难转化粉丝 向上 半年没消息 小张确认的最新变化 肖战认可的品牌最新变化 一共35个 包括葡萄酒和饮料 零食 家用和厨房用具 使用程序 手带和手表 服装 美容护理 个人卫生 清洁和家用化学品 一 饮品 瑞奥 瑞奥 鸡尾酒 青岛啤酒 猛牛星 羊岛 牛奶 百事可乐 鱼田川咖啡 Bobbly微笑趣味泡泡 气泡水 6个饮品代言 与肖战的合作进入第二年 2010 德福 悠悠美 一达 欧扎 欧扎克 开小灶 道夫 无需介绍 他以巧克力而闻名 66美借用肖战的影响力 推出了新的华美凝胶 一泡走红 口感清爽 酸度适中 在零食方面 一达不仅有大家耳熟能详的山楂零食 果皮 山楂片等 还有作为品牌主打产品的山楂制品 是国家重点扶持的农业龙头项目 品牌开发的日常零食还包括鸭脖 坚果等零食 欧扎克是一种流行的清淡燕麦片 深受年轻人的欢迎 尤其是那些为减肥而寻找代餐的人 欧扎克水果燕麦片 饱腹感强 低热量 零复合 欧扎克燕麦片 营养早餐 水果燕麦片 及时燕麦片 零食带餐干酸奶水果 麦片200克京东 月销量1000%99%好评率 没有理由回去 京东配送 旗舰店32.8元购买 开小灶与肖战合作的第三年 品牌年龄 与肖战代言年龄相差无几 并凭借肖战出众的影响力 成为自热行业的一匹黑马 十斤米饭 青土豆和牛奶很美味 堪称外卖终结者 是焦油必备单品 只要有水 随时随地都能吃到热腾腾的食物 单开小灶自热饭4和土豆炖牛胸肉 小蘑菇烧肉组合半盒便当小火锅 淘宝97.77元 119元购买3 家庭和厨房用具 孟杰 石头科技 Be Real 九阳 双利人 孟杰属于中高档床上用品 21下半年 肖战正式官宣为品牌代言人 合作至今 石头科技是一款扫地机器人 肖战官宣代言时 单日销售额破亿 过往合作 Times Easy专注于健康生活 便携式按摩器可以随时随地放松您的身体 对久坐的人非常友好 有眼部 腰部 头部 颈部 筋膜腔等产品 品牌拥有数百项自主研发专利 营销站的影响力在短时间内走红 除了豆浆机 九阳还有其他小家电 如热风炉 破壁机 自动和面积等小家电 合作方面 除了主打锅碗瓢盆 还有小家电 但是这两个品牌和肖战的合作非常融洽 从来没有出现过因为竞品而产生的摩擦 四 使用APP肖战得到了京东 腾讯视频和VTV的支持 这三个都是应用程序 前者是购物平台 后两者是视频门户 五包包 手表 服装套 Gucci 李宁趋势 肖战是全球代表 除了李宁的时装系列 TOTS和Gucci是品牌代表 包括成衣 包带和首饰 摩森眼镜 腕表以瑞士高级腕表品牌珍丽时为代表 六 美容 个人护理 清洁及日常护理NARS RALF LAUREN FRAGRANCE YSL SKINCARE ANISAR LORIAL PRO MASON MARGILA HOLY 六神 DETTO Heart2Heart 这个品类也是网友吐槽最多的部分 一寸皮一寸筋 从上到下 从头发到全身 每一个品类都得到了大牌的认可 NARS代言彩妆 YSL代言高端护肤线 防晒霜是ANESA 润肤露是MASON MARGILA 沙龙护发是LORIAL PRO和HOLY 原名BLACK 牙膏 我还开了第一路 七汽车和奢侈品的省批 上汽奥迪 TOD Gucci ZENIF 虽然肖战近六个月没有新增业务合作 但他合作过的35个品牌的续约率高达70%